《歐培拉神父》 歐培拉神父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她不希望成為眾人都注意的中心點 但是當她慶祝 進度今夕的時候 場面就非常之宏偉 這裡有當時慶典的海報 這張照片我們見到歐培拉神父笑容滿面 對著修會另一位早期的會士 傳教先鋒 賈列盧書基 當歐培拉神父慶祝進度今夕的同事 也是進教之後聖武大殿 祝聖今夕的慶典 在這個慶典裡面 大家都圍繞著總會長 感謝天主在過去五十年 所賞賜的恩典 在這張照片的背後 也有日後的總會長李嘉堂神父在此 這五十年也是開闢發展的五十年 由鮑絲高神父一粒細小的種子 直到今日已經絕臟成長了 可笑 殺死 糟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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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糕